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23号表示 总统特朗普无意解雇负责调查通俄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米勒 斯派塞表示虽然特朗普保留解雇米勒的权利 但他无意这样做 斯派塞又重申 特朗普的推文已经表明 他没有与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白宫对话的录音 而特朗普当天也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访问中重申 他从来没有录音 而他此前的推文暗示可能有录音 是为了迫使科米说出真话 特朗普认为科米最终也证实了他的言论 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自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宣誓就职以来 首次接受了电视媒体的正式采访时表示 他和儿子拜伦两个星期前搬进白宫之后感到无比的高兴 他们非常享受在首都的新生活 梅兰尼亚接受的采访简短又低调 仅在白宫的地图室拍摄 她的镜头仅占了整个采访的一小部分 而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特朗普在谈论 包括健保 科米和他上台以来的最大成就等话题 在20分钟的采访期间 梅兰尼亚大部分时间都是微笑 点头表示同意丈夫的说法 在斯洛文尼亚出生的梅兰尼亚 与特朗普结婚5年之后入籍 于2001年正式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她也是第二个在外国出生的第一夫人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著名的社交媒体公司Facebook的CEO 马克扎克伯格近日宣布 该公司下一个十年的新愿景 那就是将更注重赋予人们建立社群的能力 把群组功能用户增加至十亿 让世界更紧密的联系起来 Facebook认为 创建已有七年的群组功能 对一些用户来讲非常重要 人们往往会在特定的群组里 讨论共同的兴趣爱好 或共同关心的议题 因此有必要扩大这一功能的影响力 扎克伯格表示 现在有一亿Facebook用户 使用群组功能 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 随着使用者的增加 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更有活力的线下社区 并实现帮助解决恐怖主义气候变化 等目前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麻省一名八年级的中学生 日前在参加校外教学活动的时候 发现一名对花生过敏的同学 在吃了用花生油油炸的薯条后 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情急之下 上前帮忙施打过敏用药 保住了同学的性命 当地警长亲自前往学校 表彰这名男孩的英勇救人事迹 据了解 在麻州沃波尔伯德中学 就读八年级的学生沙利文 上周五参加学校举办的校外活动时 发现天生患有高度致命过敏风险的同学 法拉吉 在使用过薯条后 呼吸困难 全身发疹 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虽然法拉吉平时会随身携带 过敏药注射剂 但却不知如何使用 幸好曾经接受过急救训练的沙利文 及时出手相救 救了他的一命 莫不尔警察局局长事后前往学校 亲自颁发英雄奖奖状给沙利文 表扬他凌危不乱的英勇救人事迹 另外还送给了他几张电影票作为礼物 加拿大方面 新刺客舌审有国会议员提出的一项私人提案 近日在加拿大国会 以205票对36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确定每年的11月11日老兵节 成为加拿大的法定假期 成为与加拿大日维多利亚日一样重要的日子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安省 奎省 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等四省的审民 有望增加一天法定休假日 这一私人提案曾在几年前被提出 本文已获得国会二读通过 不料2015年联邦大选导致该法案搁浅 两年后终于在国会获得高票通过 目前除了上述四省的审民外 加拿大的其他省份和地区 都已经把老兵节定为法定假期 而随着这一法案的通过 安省审民每年多休一天的愿望 也值日可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去周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小狮 不要走开 稍后为您带来奉典微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需要抵抗 稍后 欢迎加入我们的周围 本节前 Premier 本节前 欢迎加入我们的城市 小狮 因为大陆 我们通过来 挺多的 来 我 你 我